乌乌战争还在打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节节败退 俄罗斯已经攻下了乌东的门户 阿夫迪夫卡 那我们看到呢 各国西方各国还是源源不绝的 把军援给送进去 包括美国拜登总统 保证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 而加拿大也将提供 超过800架的侦察无人机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 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我向乌克兰提供 158亿日元的支援 是干嘛 扫雷等 灾后重建 上还在打 你已经在看到未来的重建了 而另外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那当然看起来 他这个步步进逼 可是他国内其实很多的 这个后援呢 恐怕也开始捉襟见肘了 包括您看到现在 他的弹药已经不足了吗 因为媒体发现 他向乌克兰发射 北韩制的飞弹 而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友谊 看起来越来越升温楼 因为现在普京送给 送给这个金正恩 一辆二制的汽车 供给金正恩个人使用 说是纪念两个人的情谊 两国的友情 不过呢 我们看到像是俄罗斯 两边乌克兰也一样 都会有一些飞官嘛 他互相可能驾击投诚 俄罗斯的飞官 他投诚乌克兰 可是很不幸的 我们看到呢 他今天被发现在西班牙 遭到枪杀 全身有12个弹孔 所以这个有很多 包括暗杀啦 情报啦 在这个区域不断地在发生 而另外欧洲 欧盟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欧美要援助 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呢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呢 下一任的北约秘书长 到底是谁 可能也是洞见观瞻 美国拜登 布林肯 希望由他出任 冯德莱恩 这位女士 可是看起来 肖兹 德国觉得 再等等 肖兹坚决反对 因为他认为 他对俄罗斯的立场 这位女士 对俄罗斯的立场 太过强硬 可能对未来欧盟的发展 或是北约的发展 不是好事 而另外呢 俄乌战争僵实在太久了 我们看到有一个 新的讯息出来 传说 美军考虑在英国部署 核武 希望用这个核武来压制 施压俄罗斯停战 让他停战 有这么容易吗 这个是外界的一个传言 而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北约跟俄军开战的风险呢 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 这个也是专家的说法 可是呢 我们一方面制裁 对俄罗斯做一些经济的 这个管控跟制裁 奇怪了 你制裁他 可是他制造战机的脚步 没有停歇啊 苏凯35的战机 现在产量飙升 所以外界就说 你美国是制裁假的吗 到底是制裁哪一点的 因为现在莫斯科啊 还有能力维持 甚至可能增加 苏凯35战机的生产 包括你的晶片啦 还有半导体零件啊 不是已经停止供应了吗 到底是怎么 让他们取得的 所以中间很多的漏洞吗 来 先请教赖老师 乌克兰的这一次的一个 很重要的城市 就是阿弗吉尔斯卡 它被打下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因为2014年之后 乌克兰跟北约 就卯足了很大的力量 去经营建设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32平方公里左右 而且他们把它打造成为 一个坚强的堡垒 为什么 因为它离顿内斯克的首府 就10公里 所以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 然后建立起一套 一整系列的 到南部马卡夫 然后到北部 那么去对于顿内斯克共和国的 一个攻击的一个路线 它是建立起一个攻击线 现在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线 过去是攻打顿内斯克的 一个前沿阵地 然后后来俄罗斯 那么反打了以后 它转变成为一个防守的阵地 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 这个要塞 32平方公里 你想想看 它的坦克也好 大炮也好 兼顾的攻势 都摆在这个地方 美国也卯足全力供应乌克兰 在这个地方 彼此之间厮杀了一年 那厮杀了一年 最终乌克兰不知 溃退倒了 明称为撤退其实是被击溃了 部队丢灰器甲 坦克大炮都留在现场 人赶快跑 跑的过程中 还被炮弹不断地在后面 攻击死伤待半 那当天一天大概估计死亡 1500人左右 那各位想想 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的沦陷 所以使拜登气到不行 拜登就骂他们的美国的国会 说都是你们不拨钱 所以你们造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失败 然后当然对乌克兰的 这个新的总司令来讲 当然要粉饰太平 对泽连斯基也一定要粉饰太平 就是说 这个是为了乌克兰士兵的生命 跟尊严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进 这样的一种情形 这个都可以理解 好 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是如此 那又再强调 说俄罗斯的弹药不足 这就显得很讽刺了 弹药不足的俄罗斯 能够打下一个 北约全力支持的 乌克兰摆重兵 在这个地方的战略城市 那这不合逻辑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新闻是真 什么新闻是假 那也就是把俄罗斯说成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了 他们已经开始没有作战力了 这个就是假新闻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打下这个城市的时候 再往前推了8公里 推了8公里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俄国在往前推进的 那8公里再扣到10公里 就等于是将近20公里的土地 那这代表乌军要威胁 顿列斯克的首辅 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那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一个防线 建立一个新的防线 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防线 这个目前来讲对乌克兰来讲 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了 所以如果美国跟北约 真的不能够把援助 及时的送到乌克兰的话 那乌克兰的情况 看起来是很不利 因为这条战线可能会 整个会逆转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另外我觉得 有关于传说 说美国要在英国部署 更重要的核武器 来逼迫俄罗斯 在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中停手 这简直是一个 如果这是为真的话 这简直是弱智的现象 所以我估计这是一个假的消息 为什么呢 俄国的核武 5000多美 跟美国是并驾齐驱 俄国的核武的投射能力 已经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本土 而且一点困难都没有 不管是越过北极海 或者是透过核动力潜舰 所以如果说美国把核武放在那里 就逼了俄国体 那个不敢再对乌克兰动手 这简直是荒唐的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新闻呢 很多讯息 其实真真假假刚才老师讲了 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的分辨 来听一下广告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回到了新闻大白话的现场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讯息 这是来自于对岸 美国考虑以中俄合作 要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反驳 这个是来自于毛宁的说法 他说中方一贯反对 没有国际法规 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 单边制裁 还有长臂管辖 所以我们看到来自 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说 坚决反对 来请教左老师 好 那俄罗斯跟这个 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美国对中国大陆 施加压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但我觉得其实现在 大家可能还是关心 就是到底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到底双方有没有可能走上谈判桌 现在看起来其实乌克兰的情况是越来越紧迫 越来越困难 当然其实既然讲说各国要援助乌克兰各种武器 但其实这可能不是乌克兰最缺的 因为事实上去年就援助了非常多的武器 原来都不能够送到乌克兰的 后来都送到乌克兰的包括德国的这个暴失战车 包括美国马上要送到乌克兰的这个F16 这些对乌克兰有帮助 可是乌克兰最缺的是什么 是人力 因为乌克兰的人口本来就比俄罗斯要少很多 它大概只有俄罗斯大概是五分之一吧 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然后它又流失了非常多人 流到了海外变成了难民 几百万在欧洲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的募集人力非常困难 之前的杂鲁日内 就是因为跟泽伦斯基针对所谓动员的问题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因为杂鲁日内就知道说 他没有办法再征募这么多的士兵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 第二个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 其实的确很多北韩的武器是送到俄罗斯 那因为俄罗斯也的确 它的弹药生产其实是有空缺的 那北韩武器也并不是那么糟 虽然北韩武器说是 它的精准度其实有 大概失败率有在20% 可是它可以远距离的发射 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它可以从俄罗斯本土 就可以打到乌克兰去 所以当然这个对俄罗斯还是有帮助 更何况它是量的问题 就是它需要这么大量的炮弹弹药 那它本身的生产是赶不上的 那既然北韩提供这些 那俄罗斯提供北韩什么呢 当然我们就看到过去年下半年开始 包括这些先进的武器 甚至是一些新的先进的技术 比如像北韩发射的这些 所谓情报的卫星 或者是长城的飞弹 这些其实都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影子在背后 那我认为未来下一步关键是什么 就是双方会不会重启原来在苏联时代 签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因为现在北韩只有跟中国大陆 有签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其他国家都没有 那如果俄罗斯也签了这个 那我觉得双方就会重新回到 苏联时代的那个结盟关系 好 我们进下广告 好 我们最后请教李老师 这样子 第一个 这个美国研制乌克兰的事 不管拜登怎么承诺 那你要把众议院解决 众议院解决 不就是讲谎话 第二个 这个资源的 加拿大资源的800架的无人机 有没有 我现在要问一下 有没有大疆制作的 这个不清楚 没有大疆归不起来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 谴责中国很好玩 第三个就是蓝韩跟北韩 很有意思 现在美国切蛋要找蓝韩 俄罗斯切蛋要找北韩 所以朝鲜半岛现在变成 乌克兰的金火商 这不是也是很有趣的事吗 但是不要小看俄罗斯 俄罗斯之所以拿北韩的武器 有很多的考量 第一个是双方的关系 第二个确实可以拿到 廉价的商品 第三个 因为北韩生产了这么多的武器 还没有用过 所以总要清仓一下 试验场 这清仓也是清仓 制造很多 对 因为它没有发生战争过 但是它是一个实质准备战争的国家 所以结果这个讲起来看 它绝对是很有利的 最后一个战争讲起来 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不能缺能源 第二个不能缺粮食 这个别是缺的 这个乌克兰也缺 但唯一不缺的是俄罗斯 更重要的 它所有被管制的物品 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中国 可以远远不及地供应 所有被 所以他打到现在 你问他像一个打仗的国家吗 他完全没有 因为所有战争里面 所遭遇到的困难 他全部迎刃而解 所以美国现在发生了 他叫你中俄之间 你必须要停止